我们现在去找露营地啊 走路去看一下 这个位置很适合露营啊 有很多这种快餐 然后有早餐什么都有 超市各方面都有 四个生活区不错 听那个送外卖的小哥说 前面有一个公园 我去看一下 刚才在这个后面有一个城隍庙 以后门锁着的 我就没办法问 要不然我想去那庙里面搭帐篷也行 刚刚看了一下导航 那个公园叫做渡桥公园 还有一段距离 我现在走回去骑摩托车 我们今晚就在这里露营了 后面还有阿姐在跳广场舞的 然后转过来 这边也有阿姐在跳广场舞 这边很热闹 在一个公园里面 这个公园叫渡桥公园 非常漂亮啊 刚好这边有个亭子 我就搭在亭子下面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亭子露营啊 然后这边很多跳广场舞的 这边有一个不知道什么 什么建筑啊 不知道是水区还是什么 我就在前面这个亭子下面啊 很多阿姐在跳广场舞 下雨了 大家都散了 下大雨了 这么巧刚刚大好帐篷就下雨 刚才阿姐就是说这里有个厕所可以洗澡 从这里走过来的 看一看啊 然后这个厕所里面 这里有一桶水 人家冲厕所 厕所很脏啊 里面没水 这个是洗不了的 洗不了 我还是去那个城隍庙那边洗吧 这两个厕所都一样的 都是这样子 洗不了 我们现在骑车去那个城隍庙旁边 那个厕所洗澡啊 这边的厕所都洗不了 我们现在到这个城隍庙这个厕所 然后刚才阿姐下班了 九点下班 现在打扫卫生关门了 然后阿姐跟我说去前面车站那边有个厕所没下班的 我们去那边洗吧 现在在这边有一个公厕 但是公厕没那边方便 那边是可以有水直接冲的 然后这边的话还得来这个洗点盆这边打水 然后只能提一桶水 给打水的话提一桶水过去吧 也行 在这里先把头洗一洗 我这个折叠水桶在这里面放不下 然后我只能用这个袋子一袋袋的装下去 洗澡洗好了 然后衣服也洗好了 现在回去露营地 今天忘记带绑绳了 我只能用这个胶子给它圈起来 今晚我们就在这里露营啊 厦门市祥安区杜桥公园 非常漂亮啊 这边人家在盖房子 非常漂亮 夜景很好啊 然后这边还有监控 后面的灯一直亮着